第二階段就是插入按钮,把它拖拉一下 那我前面讲过就是你可以先选取这个 具体,其实它就是sub,然后按确定把它复制一下再把它贴上去就可以 为什么要贴呢?因为名称最好跟sub一样 下一个按钮我的习惯是把它复制 用贴的,贴到下面 把它移一下好了,贴下来,然后移一下,为什么?因为两个会一样大,不然你重新再产生的按钮会不一样大 那我再按右键重新指定 关键就按右键重新指定,然后再重新按下这个清除,然后把它 改一下名称 这样的话呢就大功告成了,OK,然后试一下,清除 输出OK,没问题 不过呢目前 现在的结果是里面是丢公司的结果,它等于是把刚刚那个字串 兜兜兜兜兜兜兜一个一个往下丢 然后呢因为这个地方有 I嘛,对不对,所以呢它会怎么样,它会一个一个的往下 加一,加一一直往下 直到第八个为止 停下来,就没有了,后面就不会有了 但是呢这个缺点就是说 它其实 都是不断丢一样的东西,所以会有个问题,就是将来可能会 你这个档案会容易 膨胀 为什么?因为丢的是一串 这么多字 那其实里面本来是没有字的,可是却丢一堆 那你存档的时候,档案会膨胀 对大小 但是其实也没有大到 那么夸张啦,因为都是文字 但其实会相对大一些 还有跑的效率会慢一点点 除此之外应该是还OK啦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我不要丢公司 我希望能够怎么样 在那个VBA里面处理完之后 再把结果丢到那个指令的储存格里面的话 那你需要怎么做 其实呢,特别注意,你可能逻辑稍微复习一下 第一个,我们eSale里面是用fine函数 去找到那个什么,钱瓜糊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我要把它转成VBA的话 VBA,特别注意 它的函数呢,跟eSale里面的函数名称不一样 OK,可能有些一样有些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能第一步一样是切 哪一个钱瓜糊的位置 后瓜糊的位置 用mid的函数 VBA的mid的一样 作用一模一样 ifl是如果发生错误的话跳过 就是不要输出 那所以程式该如果撰写 我写这个 一 一样切到videobasic OK 二的话呢 其实好像有些东西一样 所以我拿这个来改 把它 复制贴上 然后把这个公式的名称去掉 就是把它换个名称,不要一样就OK了 那再来的话输出什么 输出这一串 我想把这个先delete掉了 留空置串 这样目前是清除 或者你可以拿清除来改 OK 然后呢 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要在回圈里面先做 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我要先知道 那个钱瓜的位置 那钱瓜的位置 特别注意 VBA 里面 的函数 名称不一样 不叫fine 它叫哪一个呢 你把它点下去 点 VBA点 就会产生一个清 这个清单 实际上就是VBA里面所有的函数都帮你列出来了 其中有一个函数 但你打fine 应该是没有了 它只有file 它叫 INSTR 这个 其实你大概打INS就出来了 这个就IN STR就是string 就是意思说在这个字串里面我帮你找什么 换个名称而已 那另外 就是说使用的方法跟file很像 只是说呢 它的那个 顺序好像不一样 file的话是先 先什么 先找哪个 字串 去哪边找 OK 去哪个出生隔找 那instring刚好颠倒 去哪边找 再告诉他找什么 OK 顺序颠倒一下就OK了 所以呢 我们使用的方法就是先打个vba点 ins 然后找到instring 有没有 然后钱挂壶 他会问 这么多问题 其中的话 String 指的就是 去哪边找 帮我去 哪一个地方呢 去那个这个 前面这个储存格 前面这个储存格是同一列 所以sales ID的哪一栏呢 逗点 然后a栏 请你到a栏里面帮我找找看 找什么呢 逗点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去帮我找那个双引号两个 找钱挂壶一下 那他就会怎么样 把他找到的位置 丢回来 所以丢回来丢给谁呢 所以前面再加个a 用a去接 a等于 找到的那个位置 所以他可能 假设是a3的话 他就找到3 你就会把3丢到a里面 OK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丢回来 所以这个a是自己取的名称 你叫 xyz都可以 那我习惯叫a 然后呢 这个 一样的方法 后刮虎的位置 所以把 这一串 复制一下 把这边改成b b是接什么呢 接后刮虎的位置 后刮虎的位置 OK 那这样如果是a3呢 他就找到9 所以把这个地方里面是9 这个是3 那所以呢 这里面应该放什么呢 再来就vba vba 我要切割嘛 切到哪里呢 切到b栏里面去 所以用mid mid vba里面的函数名称 刚好跟你是有 一样 但是顺序里面东西也一模一样 他问你说 你要切割的sync 在哪里啊 我的字串 刚好也在 前面的地方 前面就是 这个 a栏里面的东西 帮我把那个a栏里面的东西做切割 所以 把我那个前面a栏 a栏里面的东西切割 他问你第2个问题 那你要从哪个字开始啊 那我刚刚这边有个a嘛 就是从前刮虎的位置 加1 不就跟刚刚那个买相 逗点 那要几个字啊 一样嘛 后刮虎的位置 减掉前刮虎的位置 再减1嘛 那不就跟刚刚那个也是一样的逻辑 后刮虎一下 不过呢 特别注意哦 这个逻辑 如果有刮虎OK 可是像这个没有刮虎 他会找不到 找不到 E3如果找不到 他会丢回来的0 这个是0 0的话 你会发现在这边0减掉0 这边长度变负1就出错了 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在 这个上面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a 或者b是0的话 那就不要跑进去哦 意思说他 不能是0 你要进到里面 不能是0的叙述是if 所以这边可能要多学一个逻辑判断 回圈配合逻辑判断 用到的机会非常大 所以以后回圈再来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怎么写呢 开头一定是if 逻辑 逻辑告诉他说 如果a 假如怎么样 不等于0 不等于特别说这个是等于0 等于0的话这样写 不等于的话特别说 vba是不等于 其实好像在那个 以色列里面不等于也是这样写 小于大于 不等于0 空一格 如果 如果 空一格 这个条件 a不等于0 才切割 空一格 然后 那这边的话 按个tap 那反之 Enter一下 特别说反之就跳过 所以如果 反之就跳过你就不用叙述 你就下面再打一个Enterif 意思就是说 当他不等于0的时候 才切割 当他等于0的话 他就跳过 不执行这一行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执行给各位看 这样程式就写完了 我先把它清除 特别注意 这边 把它执行一下 有没有发现OK了 那 最大的差别是 如果我刚刚点击这边上面有公式 有没有 现在不是公式 现在什么 最后切割的结果 好两者最大的差别在这里 OK 清除 执行 OK 不过可能会有同学说 老师你这样有些细节我搞不太懂 那个跑太快了 城市 咻一下跑完了 我也不知道细节 怎么办 其实如果说你想要知道细节的话 有个方法 增措里面 有一个叫 逐航的 那逐航 你可以记一下那个F8 我是觉得以后如果你有一些细节 想要让城市跑慢一点的话 你可以按F8 那怎么按 游标放在这个区块本来是直行 你把它改成按F8 所以按下那个键盘上面上面的那个F8 他这个时候呢 就会一行一行的帮你跑 也就是说呢 他会先跑D行 这行跑过了 那你可以看到I现在里面是什么 2 I现在等于2 然后呢 这个A现在等于什么东西 0 B还没执行 所以里面没有东西 也就是说如果找不到是0 然后B也是0 那底下这个逻辑是说 有点像那个闸门 如果他里面 是0的话 那就怎么样 就Force Force的话意思说不能进去 你就从这边过了 你不能进去里面 所以他会怎么样 他会F8 跳到End if 就不会进去那个执行切割的指令 OK 应该可以看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这个if的那个 这个逻辑判断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将来可能会 F4回圈里面会有逻辑判断 为什么因为你全部 处理吧 然后你会有个 你要做什么事情的判断 那以前可能用人工来做 现在是用 程式帮你去做那个筛选的动作 所以这个跳过了 OK 他就不执行的 再换下一个的话 NAS 他I现在等于3了 下一个就下一列了 OK 下一列的话呢 有没有 A现在等于多少 3 找到了 有没有 B等于多少 B等于9 刚刚那也会进到里面 因为 他现在是不等于0 S他不等于 因为他里面是3 所以他会回来跟你讲 你不是0 那你可以进去 所以有点像什么 他有个闸门 这个你有没有通行证 有通行证 没有通行证 请你离开 OK 类似像这样子 进到里面 有没有 然后就切割 切割的话就是把 这一串东西 然后把它串第4个字 A等于4 这个 串完之后等于5个字 就切 切完之后 丢回去给他 所以丢到 这边 这个等于就是 这个储存格 所以 丢 他就把 后面的东西 处理完之后 丢到他这边来 那这边其实就指向之杀 所以就丢了东西了 我应该可以看懂吧 这个其实应该已经算是 非常的清楚了吧 OK 再剩下来就是你把它熟练之后 以后 就不会那么复杂 不会那么困难 OK 再来的话呢 一样跳 所以其他都一样的话 你就把它执行过就OK 执行 全部就跑完了 OK 那所以 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再增加一个按钮 所以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这边来 这边再把它 重新指定一下 它是这一个 那名称的话呢 就是直接再改成 刮胡字串 然后名称就是 这边 这样子完成 清除 输出看看 这是公式 清除一下 输出 这里面没东西 最后的结果 那当然呢 后面还有什么 插入那个 制定函数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这边会多一个使用者定义了 那目前是没有了 不过待会我如果说希望能够多一个 我不要用按按钮 我要 多一个 函数 这个函数是我们自己写的方选 那我给他什么 参赛者的资料 他给我里面有没有刮胡的结果 怎么写 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 VPA的话 其实没有 我是觉得 最重要的 绝窍就是你如果了解 再来就是熟练 熟练的话就多打 打完熟了之后 以后你就会很 直觉的可以把 你要的东西可以把它做出结果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省掉很多的麻烦 因为 你就不用土法炼钢了 以前可能如果要人工来做这些事情 像瓜谷里面以前你不会你可能要 找用眼睛看 用眼睛判断 而且资料量未来会非常的大 大数据 那 当然 如果你一整天都在做这些事情的话 真的是超级宇宙没效率的 所以你如果遇到这种状况 请你用程式解决吧 OK 如果你可以用程式解决问题 哇 你的 就是不一样 如果你不一样 其实你的薪资一定也会不一样 所以如果说你要脱离那种 每个月只能领那个 就是三万块以下的薪资 我觉得 以我看到的 反正如果你会这些东西 应该都不止 这个行情了 而且如果你会更多 那你的行情当然是水涨船高了 而且如果你不只会写程式 而且还会 写文章 而且还会表达得非常有条理的话 我相信在这个 职场上 应该一定会有你的一个立足之地